好 来关注天气楼 大陆冷气团发微影响 昨天晚上今天清晨是最冻的时间点 北台湾只有12度左右 提醒您如果要出门的话 要注意保暖 我们来靠极度G10的这个温度资讯 先来关注 在清晨北台湾地位只下12、13度了 那么受到这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局部空旷 这个西安区的地温还在更低一些 像是今天清晨 最低温度就出现在 这是新北市的双溪 只有9.8度 深坑也只有10.3度 至于其他地方 其实大约也是落在15、16度左右 白天阳光落点高温回升 幅度会比较多一些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这温度落在19的21度 中南部可以来到更高 那么大约是在24到26度 提醒在今天晚间入夜之后 还会出现这波冷气团 第二波的低温 而配合了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这低温可能会再低一些 所以还是要多注意保暖 好 再来看到的是电样降水图 那么大陆冷气团带来 就是干冷的冷空气 影响之下 其实您看到各地大多是 多云到勤的天气 只有在花冬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短阵雨 但其他地区都是蛮干爽的天气 那么再来关注 在下周一有清晨 大陆冷气团加上 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各地气温是偏冷的 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低温 落在哪里 只剩下12度到14度左右 尤其在新北 新竹以北三区 还有空旷地区 下滩11度 好 白天开始到下周二 这个大陆气团就会来减弱了 气温稍微回升一些 各地大多是多云到勤 至下花冬可能有些零星的 短暂震雨 那么来到周三 那么接下来呢 到周五又有一道封面 哦 这个天气会不一定了 因为为了台湾的北部海面 水气就会增多 所以北部东半部 会转为有这种 局部短暂雨的天气 那么其他地区 云量也会增多一些些 那么一直等到下周六 好 接下来这个封面 离开台湾北部海面了 各地才会恢复稳定 多云到勤的天气